梁國雄議員 首先我答一答何俊仁的問題 究不夠監倉呢 我建議你們去參考1973年 智利政變的經驗 他們是將政治犯 全部混進去智利的國家大球場 全部混進去 就可以了 那五萬人 我看那套戲 是說一個人進去之後 永遠都回不到家 你找吧 可以的 夠了 五萬人左右 我勸你參考一下 1976年 今天是4月5日 在天安門的時候 有幾十萬人走 佔領了天安門 1976年 這裡坐著很多人 當年都支持過 中共政府鎮壓的 不過搞了幾個月之後 十月的時候 四人幫倒台 又說四五天 我們自己正確 這個不行是錯的 四人幫是錯的 所以大家說話 不要說這麼早 守不守法 還有一個更高的原則 就是 為政者不義不仁 逼得有人不守法 這裏很多人都參加過 那些集會是非法的 這個1989年5月21 5月28 6月4日 6月7日四次 都是超過100萬人在街上走 我相信你都可能行過 局長 穿便裝 因為我撞到整隊 香港足球隊在走 跟我打招呼 當然非法 他拿牌的時候 拿到多少人 是不是整個中環都塞滿了 你都在 你有沒有寄過錢給我 在天性的時候 你可能有 因為爆裂都捐過 這個上海匯方銀行那個鬼佬 都扔了2000元下來 法不責眾 何嘗別人都不用擔心 你當你一個政府 連一個普遍及平等的選舉權都給不到人的時候 還有什麼資格講法治 是不是 我告訴你 根據你常識 如果你幾萬人 當然是用催淚彈拐散 然後才能觸得到他 你就這樣抬幾萬人 都沒有可能的事情 一定用催淚彈的 是不是 戒嚴令 北京是戒嚴 5月19日一開始 這裡有很多人當時搶著去 譚耀宗、曾玉成 不如說回你現在的問題 不,我正在解釋 有很多人說 非法是絕對不行的 那你當時支持非法的群眾做什麼 還知道了很久 陳教南都有份 戒嚴令 由李鵬宣布 你現在說天安門 是嗎 是啊 跟這個議題沒有關係 他說一定要合法 那他當時為何支持非法的行為 你是不是支持非法的行為 你回到議題上 你自己自己打嘴巴 從來都不會支持非法的行為 那你戒嚴令那是什麼 但是麻煩你們不准在這 你不准在這 你即是說當時你是錯了 陳教南議員你不要相信 你打死吧 是嗎 是啦 不是拉殺都可以 你當時為何搶著去啊 這個鄭耀堂 梁國雄議員請你回到議題上 不要在這 葉國謙一定有份 我都見過你 淡子黑曬在這 死了老爸 因為真的是國商 所以我 老實說 跟你們說沒用 韓龍都被抓過 是不是 維持過千人 我有份 不如放開我 我只是說香港人 歧視韓國人而已 很簡單 所以陳教南說話 完全是亂說的 法不責重 你這個政府無道啊 你現在說什麼法律 你都支持過啦 四五千安門事件 你都說沒有死過人了 我們去送花圈 說我們反革命啦 跟著四人當倒台 你是不是就拍手掌 我被人騙了 跟著你現在 將來六四平反 你都說被人騙了 你說你逢是 我現在問你啊 李鵬關部的戒嚴令 是算不算數啊 戒嚴令啊 你支持什麼啊 當日 有沒有支持啊 請你對著我來說 請你對著我來說 不用道歉吧 說你當時錯了啊 整個工聯會 整個共產黨錯了啊 黃國健也有份 一定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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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那個軍管是錯的 打到你了 好 時間夠了 說話 再見 再見